梦天实验舱配置的微小飞行器载轨释放机构 能够满足百公斤级微小飞行器 或者多个规格立方星的载轨释放需求 解决微卫星和立方星低成本进入太空的问题 进一步增强了空间站的综合应用效益 载轨发射卫星呢 其实它的前部分的流程 就跟我们载和出舱的流程是一样的 它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把小卫星装在微小卫星释放机构里面 把它当作整个整体 好比是一个载荷送出舱 然后呢 机械臂把整个的释放机构 抓在想要发射的方向 里面有个弹簧 弹簧机构就可以把卫星弹射出去 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搭载微小飞行器载轨释放机构 相较于现在的火箭发射微小卫星 从空间站释放微小卫星 不仅经济性更好 还可以实现卫星的快速入轨 对于每个小卫星来说 其实是有发射成本的 即使是一件三十星 一件几百星 但是它也是占用了一个火箭 我们可以把它通过货运飞船的方式 顺便就携带上去了 通过微小卫星释放机构 把它释放出去 就不需要再占用一发火箭 那我们呢 这是只是通过货船 正常的对空间站的维护过程中 就完成了这么一套上行 所以这个也是提升我们这个空间站 整个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的措施